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武文老師掌品 那今天要幫大家 複習期末考的範圍 一共有五課 那麼第九課是磁旋的部分 現在我們就從磁旋的國學常識開始 來我們先來看它的起源 其實這個詞從唐代的時候就有了 起於唐 然後大勝於兩宋 雖然說這個詞選是宋朝的文學代表 可是其實最早的時候 唐代聖唐的時候就已經有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特色 在二年級的時候我們有學過唐詩 那想同學應該對於唐詩這個寫作的規則 應該都還有印象 那麼其實這個詞它是從唐詩慢慢的演變而來的 所以其實規定跟進體時是類似的 比如說它第一個 它的瓶子是有限定的 瓶子的要求很嚴格 另外它一樣要押韻 再來第三個它的字數也是有嚴格的限定的 好這個是它特色的部分 接著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原名 寫詞有很多種說法 那麼跟它產生的原因不一樣 所以就會有不一樣的名稱 比如說第一個它是從詩 進體詩演變而來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詩語 好這是第一個它的別名 再來第二個 那麼因為它是要入樂唱的 要隨著樂曲取調來唱的 要入樂 所以我們就叫做樂符 再來第三個 那麼它是按譜填詞的 所以表示是先有曲子才會有詞的產生 我們叫做曲子詞 好 那你只要記這三個別名 大概就可以了 由詩演變而來 所以我們稱之為詩語 那麼因為它是要入樂唱的一種 這樣子的一個文學的表現 所以我們又叫做樂符 那麼它呢先有了符 然後再填詞進去 按照樂曲來填詞 我們又叫做曲子詞 這是它的別名 接著再來第四個 它的體制 可是啊這個詞呢是有長有短的 到底要怎麼樣的區分呢 才會呢這個說法呢 是呢統一的 不會呢各說各話 所以呢到了清朝的 好先書 好先書 那麼呢它呢 在呢它的這個作品草堂詩語裡面 它就有嚴格的限定喔 好 那麼呢是以字數來分 說呢五十八個字 以內的 就一律稱為小令 再來五十九個字 到九十個字以內 我們叫做中調 九十一個字以上的 我們叫做中調 我們叫做長調 長調呢又叫做慢詞 好這個呢你要記住 所以如果題目問你 慢詞的字數是多少 其實就是指你長調的字數了 好五十八個字以內的呢 叫做小令 五十九個字到九十個字之間的 叫做中調 那麼九十一個字以上的呢 我們就叫做長調 好 那麼呢字數呢 可以分的呢清清楚楚 就不會有呢這個呢 莫中一世的情形發生了 好 好接著再來 我們來看到它的流片 每一雀池呢 它都有呢 這個呢固定的曲調 可是我們不叫做曲調 我們叫做詞牌 所以學生你要記住 所謂的詞牌就是相當於我們現在流行音樂的曲調 告訴你這一首歌這一曲詞是怎麼樣的一個呢 唱的方式 所以這個詞牌其實呢就相當於現在的曲調 那麼既然這個詞牌呢是呢相當於詞調 曲調 所以它就跟內容呢是沒有關係的 來這裡麻煩你要千千萬萬的要記住 與內容是沒有關係的 它只是告訴我們這一曲詞它是個怎麼樣的唱法而已 完全和內容是完全沒有關聯 比如說如果說呢這個詞它的詞牌名字叫做晚西沙 那麼呢它的內容呢也不是說西邊洗衣服的女孩子 不是 像舒適的念奴嬌 它寫的是呢懷念三國時候的那些英雄人物 也不是在寫美嬌娘 那麼呢這個晚西沙也好念奴嬌也好 只是告訴我們這一曲詞 它的一個呢曲調的唱法而已 好再來第二點 詞它的單位量詞 這個你要記住 它呢跟歌曲不一樣 我們說呢一首歌一首詞 可是呢要用呢一卻詞 要用這個字一卻詞 用這個字一卻詞 那麼呢每一卻詞呢它會分成呢上片下片 就好像我們寫作文一樣會分成了四個段落 那麼呢它會分上片下片最多也一樣可以分到四片 但是呢一般來講呢分成上片下片分成兩片的是最多 這個是詞的單位量詞 好接著再來我們要來看到了呢 那麼呢寫詞的到底有哪一些的名家呢 是我們熟悉的 來這裡最早的詞家 因為我們剛剛說詞呢其實在唐代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這個最早的詞家它就是唐代的人 李白 李白是我國最早的詞家 它的最早的詞寫的是菩薩門 李白的菩薩門是最早的一卻詞 好 那麼呢只要是講到了詞詞 我們就不會忽略這一個人 他是呢南唐的國主叫做李玉 李玉就是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的李后祖 他呢非常的會寫詞 索圖的曲呢也非常的精妙 所以呢它呢填出來的詞也好 做出來的曲也好 都跟一般的呢這一些呢 坊間所流行的詞呢是不太一樣的 比較典雅然後呢內容呢是比較深刻的 所以呢它被我們後世譽為呢 詞中之地 並且啊因為他是一國的國主 哦那麼呢其實我們的詞呢 本來都是呢民間的這些呢靠著呢寫詞 靠著作曲然後呢維持生活的這些靈工啊 哦把這個呢譜曲寫詞呢當成是呢謀生工具的 這種呢我們稱之為靈工 他們所呢譜出來的詞哦寫出來的曲子呢 其實呢就是呢廣泛的明明之一哦 沒有什麼深度哦 那麼呢因為呢李玉呢從小就受到了呢 這樣子的一個呢好的教育 所以呢他所寫出來的詞的格調呢是比較高的 那麼呢他於是呢他就把呢靈工之詞提升為世代夫之詞 也因為他的一個帶動呢使得呢這個世代夫們呢 都呢開始越越遇事的想要寫詞 那麼當然呢就把整個這個詞的水準呢給代高上來了 這個是李玉呢在詞的上面呢不可抹滅的一個呢 非常偉大的貢獻 接著再來第五個 辛氣吉 辛氣吉是我國啊南宋的愛國詞人 好他是南宋的愛國詞人 那麼呢後世呢就譽他為慈中之龍 好慈中之龍接著再來我們要來看這個詞 其實呢這個詞呢他分成了兩派 分成了兩派 一派呢是婉月派 所謂的婉月派呢就是情感比較內斂 含蓄的文字是很典雅優美的 代表的人物呢有兩個 一個是北宋的歐陽修 一個是南宋的李清照 他們都是婉月派的代表 那麼呢第二派呢是豪方派 代表的人物我一樣給你兩個 一個北宋一個南宋 北宋的代表舒適 南宋的代表辛氣吉 那麼這個舒適跟辛氣吉呢 也因為他們的慈風呢相同 所以呢他們兩個人有合衝 後世稱他們為舒適 好再來 慈家三禮 慈家三禮有三個啊 都是呢恰恰好信禮的 他們在慈的這一塊呢 文學上面的表現呢 都是非常傑出的 他們分別是禮白 禮清照 還有禮禮 這是慈家三禮 再來最後 這個宋子也是我國的四大運文之一 四大運文 來我把四大運文寫給你 漢父 好詩 送詩 再來圓曲 什麼叫做運文呢? 就是要押韻的文字 那麼這四種文體呢 他們都要押韻 合成為我國的四大運文 那麼詩的一個國學常識呢 我們就先介紹到這裡 那麼剛剛介紹的呢 是國學常識的部分 現在我們要來看內容囉 看詩的內容 那麼我們先來看第一首 第一缺詞 余美人 裡面呢有一個地方呢 老師要提醒你囉 這裡春花秋月和時了 這個了字 我們都看到它是了 可是呢它是破音字 讀音讀作了 那麼呢在課文裡面呢 它當作呢結束 春花秋月和時了 說呢這個美好的時光 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呢 再來第二個了 還可以當作完全 了無心意 完全沒有創新 都是呢 延期呢 舊人所留下來這些思想啦 或者是呢 這個呢 模式 了無心意 這裡的了當作完全 再來 他還有明白的意思 了然於心 完全的明白 內心裡面完全的明白 了然於心 最後一個 他還有當作聰明的意思 我們都知道的這個故事 孔融小時了了 來這裡的了呢 當作聰明 這四個解釋都是了的讀音 當然我們常常用的是了 那麽呢 那麽呢這根的呢 是肯定句的呢 語尾住詞 比如說 我走了 肯定句的語尾住詞 好 這個是呢 了得一字多義 那同學們呢 你們要呢 花一點心思記下來 接著再來 來 故國不堪回首 願名中的堪 這裡的堪當作重獸 好 好 不堪回首 好 那麽呢 這一個偏旁的字呢 非常的多 以往在呢 肌策呢也有出現過 現在呢 我們來把它整理一下 三點水 再加上這個相同的片盤 就要讀音讀作戰 再來 或者是說 這個人的表演非常的精湛 再來 這兩個字的讀音都讀作開 可是要怎麽分呢 中國字有一個呢 非常有趣的呢 就是它的部首可以代表意義 比如說這裡 它是利部 表示呢 做事情呢 這件事情呢 必須要付出勞力 我們去勘察地形 就要用這個 偏旁是利的 勘察地形 那麼呢 這裡的偏旁是哥 哥表示武器囉 所以平地亂式 我們用灘亂 兩個的部首不一樣 所以呢 千萬不要用錯 再來 木字旁的讀音讀作勝 因為是木字旁 所以表示它是植物的一種 我們的桑舜 好 這一個呢 是相近偏旁 大部分都是出在呢 自行 好你改錯 學生們一個一個呢 都要呢 記得清清楚楚 那麼呢 這個是呢 詞選的課文內容的部分呢 要幫你特別做加強的 第一課呢 是定博麥軌 那麼呢 這個定博麥軌呢 是呢 一篇神怪的小說 所以咯 這裡呢 老師要幫你們補充 小說的這個呢 整個的發展的情形 我們來看到這裡 小說的補免 上古時候的小說呢 大部分呢 是呢 神怪類的居多 或者是呢 寫一些大自然的情景的 比如說 雷公電捕啦 或者是一些 英雄人物的事蹟 比如我們都知道的 什麼 後裔社日啦 夸府逐日啦 等等等 那麼呢 真正呢 比較呢 有這個小說雛行的 這個開始呢 是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所以呢 我們呢 從魏晉的時候開始寫起 魏晉時候的小說呢 其實它發展的還並不完全 所以呢 我們把它歸類為筆記小說 就像學生在寫筆記 都是條列式的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等等 那麼呢 點與點之間的關聯性呢 其實是不大的 所以呢 它的結構呢 是鬆散的 那麼代表的呢 有兩篇 第一個呢 是肝寶 它的收神記 好 第一個呢 是肝寶的收神記 它當然呢 是自怪小說 那麼呢 寫一些有神怪的 比較不合邏輯的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再來第二類呢 是劉毅慶 它的釋說心語 劉毅慶的釋說心語呢 寫的呢 大概就是魏晉時候 這個呢 高式言行 寫他們的對談啦 行為舉止啦 然後人格的表現 所以呢 它是一部智人小說 這個字是紀錄的意思 紀錄奇怪事情的 我們叫做智怪小說 紀錄人的行為舉止的 我們叫做智人小說 那麼呢 這兩本呢 這兩篇小說呢 是魏晉時候小說的代表 接著的發展呢 就到了唐代來了 唐代的小說 我們稱之為傳奇小說 與魏晉時候的小說是不一樣的 它的結構是非常完整的了 結構很完整 已經有了小說的一個呢 完整的雛形 大部分呢 我們是呢 把它分成了三類 第一類呢 是愛奇類 比如說 原整 它的慧真記 是愛奇類的小說 再來第二類 再來第二類 下一類 有 杜光亭 的球來客 寫呢 封城三峽 李靜啦 紅扶女啦 怎麼樣的呢 幫助李世民呢 這個呢 一統天象 再來第三類 當然就是呢 神怪類 有陳玄柚 說寫的倩侶靈魂 好 這個呢 是唐代的傳奇小說 接著再來 小說的發展 到了宋代 宋代的小說 我們稱之為畫本 那麼什麼是畫本呢 畫本就是說書人的底綱 像你們在二年級的時候 有上過大明湖 在大明湖看呢 有很多的茶館 那麼裡面會有說書人說故事 下面就會有觀眾在那裡呢 吃吃喝喝的聽故事 這是當時的一個呢 社會上面這樣子的一個呢 風俗 那麼呢 所以這個畫本呢 是說書人的底稿 內容不外乎就是呢 唐三藏取經的故事啦 等等等 那麼 同學只要記住呢 這個呢 宋代的小說呢 我們稱之為畫本 這樣子就可以了 接著再來 到了原明的時候 這個小說呢 真的就是蓬勃發展了 原明的時候的小說 我們稱之為呢 張回小說 其中代表的小說呢 有四篇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是呢 俠義類的 俠義類的小說的代表 是呢 施奈安的水浦傳 那麼這本 施奈安的水浦傳呢 也是我國通行最早的百話張回小說 這個是第一本 它是屬於呢 俠義類的 接著再來第二本 它是歷史小說 羅冠中的三國演藝 很多人都不知道喔 羅冠中呢 還是施奈安的弟子 那麼施奈安的這個水浦傳呢 後面呢有一些些的地方 最後的呢 四十回呢 它是沒有寫完的 也是羅冠中呢 幫他們完成的 他們呢 是失聲 那麼呢 這個羅冠中的三國演藝呢 是我國通行最廣的張回小說 它是我國通行最廣的雜文言張回小說 跟前面施奈安水浦傳的這個通行最早的白話張回小說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它是雜文言 裡面呢還穿插一點點文言文這樣子的一個句子 比如說學生你們都有上過《空城記》裡面呢 就有一個有一段是司馬懿 他跟他的兒子說的 說我們還是撤兵回去吧 因為諸葛亮實在是行事僅慎 我們不要中了他的圈套 那麼這裡有一句什麼 蘆貝燕之 像這樣子的用法呢 它就是文言文的用法 所以我們說呢這個三國演藝呢 是我國通行最廣的雜文言的張回小說 接著再來第三本 它是呢 人情小說 人情類的 那麼代表的呢 就是精品梅 笑笑聲的精品梅 為什麼說它是人情小說呢? 裡面呢 所包含的愛恨甚至欲呢 其實呢 是在正常不過的了 人之常情 誰不會有七情六欲呢? 所以呢 我們呢把它歸類為呢 人情小說 最後一本 當然還是脫不了神怪類 我們稱它為神魔小說 本來是吳承恩的西遊記 吳承恩的西遊記裡面有什麼牛魔王啦 蜘蛛精啦等等的 所以呢把它歸類呢 為神魔類 像這個四本呢 四本小說 《水浮傳三國演藝》 《精品梅》跟《西遊記》 是我國的四大小說 這裡馬開學生呢 你們記下來 小書間的四大七書 好接著再來呢 我們要講到了呢 就到了清朝 清代 那麼呢 清朝呢也延續了 一樣是張腿小說 有三本小說呢 要請你們呢 要記牢 第一個是呢 愛奇小說 愛奇小說 愛奇類 有曹雪芹的《紅龍夢》 雖然這個《紅龍夢》呢 沒有在小說界的四大奇書裡面 可是它的地位價值呢 可能呢還要更高 甚至於呢 還引起呢 外國學者呢 他們呢 爭相的研究 造成了一股紅穴 好 好 這個呢是愛奇類 接著再來第二類是呢 諷刺類小說 代表的小說是 吳敬子 它的如臨外史 那麼它到底在諷刺什麼呢 諷刺清朝的時候啊 這些讀書人呢 他們並不是 讀書並不是為了呢 要修身養性 而是為了要求取公民 諷刺這些讀書人 太熱衷公民了 好 諷刺這些呢 熱衷公民的讀書人 把它歸類為呢 諷刺小說 接著再來第三類 諷刺小說 這本劉鶴的老彈遊記 那麼它譴責什麼呢 譴責貪官污吏 譴責貪官污吏 尤其是在清朝的時候 百姓們的生活 這麼樣的不好了 可是這些貪官污吏呢 竟然為了自己 那麼不顧百姓 甚至於呢 是欺壓百姓 所以呢 種種的惡行呢 劉鶴呢 這個呢 就把它呢 寫在小說裡面 大家的呢 這個呢 來呢 這個呢 探伐這些呢 貪官污吏 好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小說的流變 介紹到這邊 那麼呢 今天呢 這些呢 是呢 期末考的範圍 幫同學們呢 再抓一次重點 兩個部分呢 請同學呢 還要再記住 一個是慈懸的國學常識 一個是小說的流變 同學們呢 你們只要是細心的複習呢 希望你們期末考 都可以呢 獲得高分 謝謝